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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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问这条路什么时候修 该怎么修 什么时候又能够修好 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来来往往的一些小型的汽车 货车 大货车通往的时候呢 会发出阵阵的一个巨响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是我们的新鱼市高新集团控贵有限公司的我们的图公 来 有请我们的图公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 图公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像我们这个频道反应问题的除了陈女士之外 也有一直居住或者说在我们这个新鱼高新区上下班的这个观众 或者说这个在这上班的职工 他们普遍反应这个问题就是现场的这个情况实在是有点糟糕 因为刚才在开播之前康康拿手机做了一个对比 最深的地方距离地面可能有一个手机将近20厘米的这个落差 对于大车来讲轮胎够大可能还好 但是对于小轿车对于平常我们自己开的车或者骑的自行车电动车来说 这个坑洼的路段其实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安全隐患 我想问一下图公就是南原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是这样的 那个广大网友好 南原路作为我区一条就是承载压力贺载 较为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交通汇引道路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高度重视 也由相关职任部门每年在对这条路进行这个维修 管护最近的一次去年9月底也对这个南原路 整个就是影响到交通道路安全隐患的路段 部分路段进行了这个维修 同时今年我们将这条路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改造新建 列入了今年的政府投资建设计划 所以说年后列入计划以后 我们考虑到这条路马上就要启动翻修了 然后所以说这个维修计划就是相对于就是说暂停 同时就是在年后 我们也启动了这条道路的这个前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 包括三月份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个施工图纸已经出来 然后同时这个控制价财审在五月底也出来了 然后由于这条道路啊 我们也考虑到它这个交通贺载比较大 然后就是考虑到就是说投入资金也比较多 就是为了就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和使用年限 我们对这条道路的前期设计采用了这个威力军制化的一个新型的工艺 然后通过这个财审以后 我们考虑的慎重性 我们再聘请了市里面相关的市政方面的专家 在七月份对这个新型工艺和整个这个陆基管网啊 进行了一个再论证 目前正在就是说对整个这个设计进行完善 同时我们对这条道路啊 也同步进行了这个预刮网和前期招标文件等相关工作 整个工作计划预计就是在我们这个设计优化后 我们立即启动招标程序 就是全面对整个南原路进行一个全升级的这个维修改造 谢谢图公刚才给我们的一个介绍啊 通过图公的介绍包括康康之前了解到的信息 要跟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观众和网友说一下 就是南原路是在我们的这个新渔市的开发区 这条路呢 对这条路的话相对来讲 这个交通的贺载压力会比较大 是因为来来往往的货车比较多 的的确确考虑到这个现实的因素 再加上这条路的长度有六公里 是吗 对长约六公里 有六公里 旁边都是一些工厂的一些厂房 出入厂房的一些大型车辆比较多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想问一下图公 就是南原路的这个路面破损坑洼的这么一个情况 它持续多久了 您知道吗 南原路大概是在十几年前修建的 它是作为一个城市的次干道 就是前期设计啊 它没有按照主干道 因为它是按照次干道的相应的 就是说这个结构层 厚度设计的等级 会相应的较低 但是随着这些年高新区的这个飞速发展 加上路两旁 大型的这个钢材企业啊 就是全是来往的这个 这个大型车辆 加上高新区 整个高新区有一些主要道路 它进行的进货 所以说大量的 包括罗坊 来往的这个重型车辆啊 全部集中在这条路 就是可能 日积月累 使整个这个 贺载发生的变化 再加上就是一些 排水的问题 导致这个路基啊 可能发生的就是说一些下限 但是这些年 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程度的破损情况 由相关职能部门 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维修 然后区里面是高度重视 在今 实际上在去年就已经在谋划 就是今年 将这条道路整体的这个 全面的这个升级改造 图公说的这个信息 其实早在康康和我们的直播团队 来到现场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了解过了 因为这个南原路的这个整改 早在这个陈女士 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视频的截图当中啊 当中就显示说 在今年的1月12号 这个我们开发区的这个服务中心 就已经说了 在6月份左右就会开始进行施工 但是现在已经8月份快9月份了 但是这个施工的话 目前都没有进展下去 刚才您说这个没有进展的原因 是因为说我们 请了专家学者 对于这条路 对于南原路进行了一个再次的一个鉴定 对不对 因为希望这条路能够用的时间更长 不要浪费我们的这个时间和这个费用 对不对 因为现在的话 这个贺载量确实很大 包括现在已经下起了这个雨 这个雨水 包括这个大型的车辆 对这个路面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个是我们了解的 但是我们现在 陈女士包括我们的观众和网友 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什么时候能够正式开始动工 什么时候能够开始修 我们预计是在10月底 在这个整个这个设计优化 调定以后 挂网启动这个招标相关的手续 整个这个工区预计是两年 两年的时间把南原路改造焕然一新 那我想问一下 10月底的时候开始招投标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开始正式施工 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和网友 包括一直打来电话的陈女士 一个准确的一个回应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 哪怕说的这个时间线稍微长一点 但是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网友都非常想要知道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开始动工 预计明年上半年吧 明年上半年 明年上半年是1月还是6月 三四月份左右 三四月份左右吧 一定会开始动工 对因为招了标以后 它还有一个前期的程序 然后包括一些交通疏导 各系列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 明年上半年的一个雨季 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 对对对于整个 因为就是说全长有6公里嘛 我们可能也就是说 也会根据不同破损的路段 进行一个合理的计划安排 分段来进行这个实施 谢谢我们的图公 正在收购我们节目的观众和网友 以及跟我们打来电话的陈女士 刚才我们的图公也已经向大家介绍了 南原路这条路呢 因为现在是我们高新区的主干道之一了 应该算是主干道 因为来往的车辆很多 使用的频率很高 再加上这个这条路长有6公里 改造的这个距离比较长 然后相对投入的资金又比较大 那刚才我们问图公的 就是给出的最终的结论是 明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3到4月份之前 一定会开始施工 而在今年的10月底之前 就会完成我们招投标 以及后续的相关的手续 都会正常的运行下去 那么也希望在明年的3月份 到4月份看到南原路正在施工 在3 4月份过后的两年时间里 也就是到2027年的3 4月份 我们希望新鱼的开发区的南原路 能够焕然一新 能够给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能让这条路 行驶在这条路上的私城和老百姓 能够通行得更加的顺畅和安全 那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远博士 好的 谢谢盛康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省内各地最新的天气情况 中午好 欢迎走进都市气象站 预计今明两天 我省维持云气增多 阵雨频繁的天气状态 其中今天白天到晚上 赣州市和吉安辅州两市的南部 多阵雨或雷阵雨 虽然雷阵雨持续时间短 但往往下得急 雨势猛烈 局地有大道暴雨 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请注意加强防范 明天全省请到多云 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 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在富高的控制下 我省高温天气又将卷土重来 以省会南昌为例 未来三天最高气温将回到 35度以上 最高甚至可达37度 虽然已经进入了除暑节气 但我省大部仍是暑气未消 需要警惕秋老虎的出没 好的 以下是各社区式天气 南昌多云27到33度 九江多云24到33度 辅州多云26到33度 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 上饶阴转多云25到33度 樱坛多云25到33度 宜春多云24到30度 新鱼阴转多云23到30度 平江阴24到30度 吉安多云26到32度 赫州多云26到33度 以下是部分县市区天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西将推进基础设施 竞争性领域 向经营主体工体开放 深化高效办成一键式改革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介酸菜籽油 鲁花低介酸菜籽油 煎 炒 烹 炸 炖 炖 样样都好吃 特别香的鲁花低介酸菜籽油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热烈祝贺都市严选 清凉滋补养生节 盛大开启 八十头文山三七 每斤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 每克一块五 深海域原产地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 送三盒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制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特惠活动及福利 惊喜一 进店买就送 价值五十九元 中药防蚊香包 惊喜二 一斤装百花蜂蜜 仅需九块九 地址南昌永书路九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 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欢迎回来 接着往下说新闻 昨天上午 省政府新闻办和省发改委 省司法厅等多个部门 召开了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新闻发布会 我省将从市场环境 法治环境 开放环境 政务环境 多方面发力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江西省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王前虎介绍 今年以来 我省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效 进一步深化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企业变更 开办运输企业 开办餐饮店 信用修复等 13个重点事项 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 相比改革前 办理环节 实现材料 均压减70%以上 房屋建筑类 政府投资项目 审批评仲运时 压减为52天 社会一般投资项目 审批评仲运时 压减为54天 招投标电子花率 稳定在99% 1.6万亿项 政府服务事项 实现展三半 累计为49.08万户企业 兑现汇集政策 347.35亿元 为了践行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 我省通过统筹推进 行政材量权基准制定 和管理工作 进一步加强了 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 依法推行 减免责清单 和企业安静日制度 持续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2024年1至6月份 全省行政执法部门 办理免于行政处罚案件 27.5万件 免于行政处罚金额 5745.04万元 减轻重新行政处罚案件 9.47万件 减轻行政处罚金额 7541.92万元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案件 132件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江西将继续从市场环境 法治环境 开发环境 政务环境等多个方面发力 来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严格实施市场准入 全国一张清单要求 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持续纠置市场分割 不当市场干预等行为 14号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各项政策措施 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 向经营主体公平开发 借钱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 和向民间资本推荐的重大工程 产业链供应链 特殊经营项目 一库三清单 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 营商环境好不好 市场主体说了算 在对接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 和国家及省有关要求技术上 按照总体优化 确保精简 注重时效的原则 对全省营商环境智慧监测评价 进行了修订完善 增设了投诉问题处理监测 我们在评价考核中 专门增设了投诉问题的处理监测 是引导和督促 各地各部门加大 对营商环境投诉问题的解决力度 并特别强化了 问题处置的实现要求 和企业的满意度 来更好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记者还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2024年7月 省非公企业维权服务中心 半截企业维权诉求849件 指导社区市非公企业维权服务中心 半截企业维权诉求3540件 半截率均达到了85%以上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昨天上午南昌市推进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成效 及南昌市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 政策新闻解读新闻发布会召开了 此次印发的新政策 事宜范围进一步扩大 立民政策也更加丰富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旧政策要求申请加装电梯 必须经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 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书面同意 新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调整为经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 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 同意并签署协议 同时考虑部分安置房 无房产证又有加装电梯的需求 本次新增了安置协议可作为房屋合法全署证明 原来对于加装电梯实施的单元 我们要求必须得有正式的产权证 才能够报批 安置房就是我们原来所谓的小产权房 它的产权形式跟我们普通的商品房不一样 老百姓的呼声也很高 但现在考虑到我们有一些安置房 可能没有产权证 但是它有安置协议 我们在政策当中 把这个安置协议也纳入到产权证明的 这个范畴之内了 所以整体的这个信用范围也很大 考虑平层入户家梯类型 受较多群众欢迎 新政策将不得通过加装电梯增加 或变相增加住宅使用空间 加装电梯所增加的建筑面积 不计入容积率 修改为 因加装电梯必须适当增加 住宅使用面积时 所增加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加入电梯后 新增加面积为业主共有 但不予办理不动产增计 不再调整各业主的分户产权面积 这种平腾入户的 它有可能一个连郎 这部分面积显然是可以使用的 并且它很可能也达到了 我们计入容积率的这个技术条件 于是呢 我们就在政策当中写明了 就是增加的这一部分面积 不计入容积率 不再这个办理产权 登记 但是呢 业主共同所有进行使用 为避免一些电梯烂尾 补助资金难以收回的情况 新政策明确了 各区应于每季度的第一个月 将上一季度已完成的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资料 汇总上报至市住建部门 同时对补助标准 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原来这个是四层级以下的 这个是八万元每台 再高的呢 就是十万元 现在呢 我们调整之后 就是四到五层的是统一补十二万 这个六层级以上的就补十五万 十里出一半 区里出一半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接下来看一个暖心事 8月27号早高峰 南昌市东湖交警大队 五中队民警李元峰 和附警李长根 正在宏都大道的 青山南路口之情 突然一名男子 急急忙忙地跑向他们说 爱人在自己车上身体不舒服 马上要临盆了 请求民警帮助快速送医 我老婆说的时候 突然一下发牙动了 在这路口这里 去哪里啊 要不去付宝 帮个马路可以吧 长根长根 你先叫我头过来吧 先干了姐妹的吗 这哪只哪只 裹着哪只不 干了姐妹的吗 干了姐妹的吗 干摸着带人国家 两中央 两中央 一辆小车干AB 8276 车上有个孕妇 发动了要去付宝 走李家庄 走青山南路 你保障一下了 辅警李长根 立即驾驶 警用摩托车 为求助车辆一路开道护送 同时信息化警务中心 一路后台调控绿灯 为临盆孕妇打通了一条绿色通道 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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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紧急 又正常是高峰时间 比较容易堵车 我们当时跟我们指挥室汇报了以后 指挥室多个中队联动 而且后台绿灯宝藏 原本需要高峰出行的话 可能要20分左右才能到副部宝 从李家庄这边过去 可能6分钟他们就已经送达了 而且已经盯住了 鼠地中队到副部门口等候 当我们的救助的车辆到达以后 第一时间把他带到副部宝进行救治 记者今天电话联系了李先生 他说老婆已经生下了一名蓝宝宝 母子平安 感谢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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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检索消费乱象曝光行业内幕 一块来关注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前段时间我们对市民陈先生 选择知名品牌好日子 定制全套橱柜 结果工期一一拖就是半年 陈先生怀疑被自己商家欺骗的事情 进行了报道 节目播出之后 又有消费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自己有相同的遭遇 是我发现我被骗完之后 我就去网上搜索好日子 然后我就找到你们 8月6号在今日头条的这个新闻 然后就对照跟我家的情况 基本上是套路是一样的 然后是同一家好日子的门店 胡女士说 自己定制全套橱柜的门店 是南昌湾里昭贤路的祥瑞好日子全无定制 与之前节目中陈先生选择的是同一家 他在2023年10月下定 2024年1月3号交清了201200元全款 按照合同约定 商家应在客户付清全款的45天 完成生产并上门安装 也就是限期2月18号 但商家却以各种说辞拖延 一拖就是半年 他中间有跟我安排了4次送货 通知送货 但是4次都没来 然后我才发现这个骗局 这是个惊天骗局 第一是说货车不够长度 所以我家的尺寸比较大 要换货车 第二是说工人 周末没有工人上班 第三次是跟我说 门店可能把那个板子搞错了 要调子要整理一下 然后直到8月5号的时候 他叫我家 你卫生搞好了吧 你下午8月5号 3点到4点到家里接货 然后到了3点半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你们是不是有安排了师傅送货 他就有点吃吃乎乎 发现异常后 胡女士立即想到联系厂家 将洗好日子橱柜有限公司 这才确定自己被骗 工厂的前台告诉我 一个姓戴的前台 他说你这里没有下单 我们只接到了 涂纸以及把那个料单 已经开出来了 但是因为款项没到 所以我们没有安排生产 我就五雷烘顶 我说我这么多钱 就没有了 他一块板都没有送到我家 什么都没有 胡女士立即找到 祥瑞号日子全无定制的老板 胡平 对方的所作所为 更是让他气愤不已 胡平说帮我解决 然后承诺当天 就会把启动安排 那从8月6号 发现这个问题 到今天为止 他一分钱都没有去落实 他告诉我 我打给他的钱 被他的离婚诉讼 他的前妻给冻结了 然后后来我抓了这个人 一起去法院去查了 他压根就没有资产 也没有缩的房产 也发现他给我的离婚协议书 是假的 是造假的 至此胡女士对店老板胡平 已经完全失去信任 而在把情况反映给南昌市 湾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招贤分局后 胡女士了解到 胡平与她签订合同时 使用的是 湾里区好日子橱柜的工章 与实际门店不符 且该工商信息 早已在2019年注销 此合同的签署和盖章行为 涉嫌违法 不但如此 胡女士还表示 厂家对胡平的行为 知情却放任不管 导致她可能面临巨大损失 厂家也有很大的责任 江西好日子足柜公司的 叶修良负责人 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说现在中国这个行情 个体没有营业制造 是很正常的行为 她原话是这么说的 她知道 她认为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 我说对我来说不正常 因为我是送的你好认识买的 我是工厂来考察完了 你是接待了我的 我才签合同 你有授权的情况下 我才去签合同 如果我知道你这个 是非法主体 我哪里会去签这个合同 哪里会去这么相信这个企业 因为这个企业 是江西本地的企业 王女士交了20多万的货款 订购的家具 却迟迟没有送上门来 而现在更让胡女士着急的是 商家不但不肯退款 还在继续编造说辞拖延工期 担心自己遭受损失 胡女士决定 先找厂家寻求处理方案 在位于南昌县小兰经济开发区 金沙二路619号的 江西好日子橱柜有限公司 胡女士和家人找到了公司负责人 对方表示 他们正在协调经销商胡平 尽快解决此事 我已经让他到了江 他跟我承诺了 这个借了10万块钱了 还没打是吗 现在我在等吧 打吧 我也不愿意让你们收损 我在积极去走动 但是我是协助你们 我没有这个义务 不要老是对着我来 从我来发火 我以前不是交给我的 你们知道2019年 他们已经注销了 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有新的人家知道了 这个我不管我知道不知道 我只是我承担管理责任 你说这个 你误导了我们知道吗 我误导什么 你不授权我们就不会跟你先 我授权跟你这个没有关系 我都跟你讲了一句话 授权你对 我应该承担的权 叶先生还表示 之前自己对此事并不了解 在摸清出了一些情况后认为 经销商胡平有能力 处理消费者胡女士的问题 我把这个整个的胡平的 大概的经济状态 我现在 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把这个钱 就是支不理在了或者干嘛了 那你可能这个事呢 你可能去干嘛 我说句实话 没有不传载这个问题 他跟你说他还有资产是吗 有 我们也了解了 我不可能说他跟我说 我跟你这样讲吧 他有防暖信息啊 他现在防暖信息是零 那不是他老不明下 反正就是 现场销售总监陈先生表示 他刚刚与胡平通过电话 对方正在筹钱 需要给他一个小时时间 对此胡女士和家人也顾虑重重 但是是20万 他这边只能打10万来 你不可能打10万钱 我们跟人生产 不是你们会按订单来生产 对啊 那我们等一个小时 钱到位的为准 就算收到10万 你们也按订单生产 反正他付到钱 我们会给他钱 那10万块钱 你可以负责送货安装吗 后期的钱我们给他们要 跟你们是没关系的 你生产好 对于生产完 是否会送货这一问题 陈总监一直未表态 与此同时 他表示自己对胡平的经营状况 有一些了解 那你们平常会不会去管理一下这个 就你们所谓的这种代理商之类的吗 对啊 平常他就他这一家店 我们至少已经去第二家了吧 出现这种情况 之前那家是姐姐完了 他一直是说他的款都原来呢 因为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 他跟他分家了 前期是女婚的 7年年底开始在这种事情 陈总 胡平从注销公司到又成立新的公司 到又后面又用注销的公司来签红 来收管整理就是一个诈骗 包括转移财产 胡女士及家人认为 胡平的所作所为 与厂家脱不了干系 更质疑厂家对经销商的管理失职 另一方面 陈总监表示 之前的投诉人陈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 又是否属实呢 记者现场电话联系上陈先生 解决啥 他给我退钱了吗 他那个解决的就是他不做了 任我令找其他人做 谁跟你说不做了 胡平 然后当时工厂不是现场打电话说 第二天会给你做好吗 没有没有 都没有搞 也没错 所以就是胡平说不做了 但是现在又不给我退钱 相当于恼羞成怒 他不做了 就是说耍赖嘛 他算了他记得骗下一家吗 我肯定我要找他的 眼看到了一个小时的约定时间 胡平承诺的十万元款项 却并未到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自己在外面想办法 想办法我尽快 反正会给工长 把账字跟工长那边 算好的钱 再逮捕 再回去 你说的尽快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对我来说一片再片 你已经跟我说了好多个马上解决 什么时候能到位 我也在外面想办法 因为现在暂时还没拿到 电话中 经销商胡平又再次承诺 下午再给胡女士准确答复 不过节目播出前 记者向胡女士了解到 胡平并未兑现承诺给厂家汇款 厂家也未进行生产 根本不具备送货安装的可能性 胡女士的家具仍无着落 她表示不排除通过报警或法律途径 继续维护自己的权益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伤后 民间看到 浑水坝暗藏致命漩涡 钓游下水捡鱼竿被卷入水底 下单名酒发货却是矿泉水令 商家勾结刷单中介 骗取平台补贴500余万元 我们目光而行 传递诚信品质 坚持人民至上 践行服务使命 传递人保力量 始终伴您同行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旨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特会活动及福利 惊喜一 静电买就送 价值59元 中药防蚊香包 惊喜二 一金装百花蜂蜜 仅需9块9 地址南昌永书路9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驱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红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粘 导致心脑缺邪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阳光真爱 鲜奶鸡来了 幸运三连环 套住幸运的你 第一环 定乃享好礼 一口阳光 收获满满惊喜 牛技十足 拿下今年最大福利 第二环 千元大奖 送送送 加入阳光定奶群 每周送出两百分幸运 神明嘉宾 将千元惊喜送达 第三环 全家免费看演唱会 喝奶也能嗨起来 8月25日至9月20日 阳光乳液真爱鲜奶节 以真仙爱家人 快去阳光乃战 卸会一份幸运吧 明乎我为 心连心 网络问证 为民办实事 江西广播电视台 轻力打造 干问平台 坚速击办 一周内受理回复 直通厅局 多部门联动解决 跟踪问项 全媒体曝光推动 您可以下载金视频APP 或关注都市现场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 干问专区 在线发帖投诉 贴得近 及时应群众认 干问平台 24小时 为您守护 欢迎回来 接着往下说 大家在户外水域 进行游泳 或者是垂钓时 往往会忽视 一个潜在的危险 那就是滚水坝 这种看似平稳的滚水坝 却隐藏着诸多的危险 不久前 一名钓友在广东 广西南宁五名区 香山河下水 简于干时 被滚水坝卷到了水底 很快就没了踪影 当时我们的现场了解到 情况是有一名 群众看见他 就是掉到滚水坝了以后 迅速的拿了一个救生圈 绑上绳子 要过去想救他 但是到了那里以后 没有把他抓住 所以也没有把他救上来 最终专业搜救队员 将落水者打捞上岸 但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近年来 有关滚水坝致人伤忙事件 在各地石油发生 令人痛心 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 蓝水建筑物 但由于坝体高度存在落差 当水流冲下去时 会和一段河中的水 形成反作用力 导致水流产生巨大的扰动 产生像滚筒洗衣机一样的翻滚效果 这种上下翻滚的水流 虽然不像平面漩涡那样明显 但在水体之下 却是暗流涌动 滚水坝所在河段的水流量越大 所形成的滚动漩涡就越大 危险性就越强 由于滚水坝特殊的水流特性 人一旦陷入其中很难自救 因此滚水坝救援是搜救队员们 日常重要的训练科目之一 其中他们练得最多 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救援方法 叫做活耳救援 当在滚水坝或者是在激流当中 一旦有人溺水 我们就会有一名攻击手 有一条绳子吸住以后 游到落水者身边 把溺水者紧紧地抓住 然后由岸上的移民队员 用绳子把救援人员和溺水人员 一起提拉上岸 搜救队员提醒 如果发现他人落入滚水坝中 身边又没有专业的工具时 千万不要贸然下水施救 可以利用岸上的竹竿 或者帮有救生绳的救生圈展开救援 竹竿救人的压力是 首先我们不能站着 因为我们站着 不好做自己身体的平衡 有可能会被溺水者拉下水 竹竿救人的正确姿势是 保持一个半吨的姿势 把竹竿迅速地递给求助者 当求助者抓好我们的竹竿 然后我们迅速地把它拖回岸边 或者我们使用救生圈迅速地 抛给求助者 滚水坝是公认的最不可预料 最难自救 最容易发生伤亡事故的状况 因此不陷入险境的最好方式 就是远离危险 远离滚水坝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云南昆明的潘某和前女友 分手之后心里憋着一口气 想要让前女友也感受一下心痛的感觉 可是最后被伤害的 竟然是和他们毫不相干的池先生 8月7号下午 池先生报警说 自己上山踩骏 下山后发现电动车不见了 民警从附近养殖户 安装的公共视频中发现 池先生的电动车 在中午1点半左右 被一名男子推走了 之后男子骑着自己 装有红色雨棚的电动车 离开现场 根据公共视频 民警发现 推走电动车的男子潘某 就住在附近 但民警询问得知 潘某并不认识池先生 两人之间毫无瓜葛 他们把电动车推走后 藏在了四五百米远的 一片玉米地里 水之这辆车 其实是池先生的 他之前为这个女朋友 做了很多的农活之类的 他觉得自己付出比较多 差不多是两三个月之前 他这个女朋友 前面有跟他提出了分手 分手以后他就可能 心里面觉得有点不平衡 最终池先生在玉米地里 找回了自己的电动车 潘某因寻信滋事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五天 最近广西边检总站 摆设边境管理支队的一些队员们 在派出所的边境辖区内 一个溶洞里头 查获了13名涉嫌 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 8月25号凌晨2点 民警通过前期侦查 得知将有一批外籍人员 企图在广西南宁 岳须镇边境辖区某处 非法入境 了解情况后 民警迅速前往 嫌疑人可能出现的区域 进行布控和搜寻 当民警搜查至边境 附近一处溶洞旁时 发现溶洞内有异常声响 我们搜寻到溶洞外时 听见里面传来脚步声 就立即组织现场民警进入 那溶洞口特别小 路面也非常的不平 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小心谨慎 当听到有细微说话声 心顺时意紧 就知道人肯定在里面了 后面我们迅速锁定位置 果断行动将非法入境人员 一一控制住 经查这批人员共有13名 均为外籍人员 无任何有效出入境证检 涉嫌非法入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沿下许多单位正按月发放着高温津贴 不料一些骗子也描上了 这个关键的节点 发假邮件 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扫码 零所谓的高温补贴 实施诈骗 最近就陆续有市民给中招了 它下面有二维码 它那二维码显示的是什么 国家人力资源保障局 顾女士的企业邮箱 前不久收到一封申领高温津贴的邮件 内容是用手机扫邮件附带二维码 可线上领取高温津贴 最高五千元 意外惊喜让她没有多想立马扫码 果然手机屏幕跳出国家人社部网站 随后顾女士按提示操作 将银行卡号密码等输了进去 直到顾女士的手机收到了银行卡转出 三千五百多元的短信后 她才发现上当 而另一位市民杨先生的遭遇如出一辙 她用手机支付宝扫描邮件二维码 按步骤输入银行卡号密码后 卡里原本的一万五千元被瞬间转出 进了一个陌生银行账户 警方接到报案后 正常发现 顾女士杨先生收到的其实是钓鱼邮件 所谓国家人社部网站 完全是诈骗分子伪造的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 掌握了企业内部员工的信息 随后冒充公司 人力资源等部门 发送虚假的邮件 引导受害人扫码 填写自己的银行卡 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目前两起诈骗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市民收到此类邮件后 一定要与单位财务 人力资源等部门核实 千万不能轻信 更要保护好自己的银行账户 密码等关键隐私信息 不要扫描这个陌生邮件里面的二维码 更不要在一些网站上 轻易的填写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验证码等重要的个人信息 防止商当受骗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最近某商家勾结中介 对店内的某品牌明酒刷单 2000余笔 非法获取平台补贴款500余万元 61名诈骗嫌疑人 被封台警方刑事拘留 通过监测 平台安保部发现 销售单数激增的商品 是谋品牌明酒 该商家售出的多笔明酒订单 实际发货商品却是矿泉水 通过追查可疑销售订单 警方逐步摸清了犯罪链条 一个商家和刷单中介内外勾结 通过制造虚假订单 骗取电商平台补贴款的犯罪团伙 进入警方视线 它最开始是正常的经营 实际的经营时候 还是销量涨不上去 他们就想通过刷单这种方式 从网上找到的这种 职业的犯罪刷单的中介 获利分成 实际上咱没有去 把这酒卖出去 但是咱们通过自己人 把这个酒自己给买卖了 都能够获取平台的这种补贴 你看这个平台是卖茅台酒的 它里边也显示 以补贴474 侦察员介绍 该诈骗团伙分三个层级 一级是入住电商平台的商家 二级为刷单中介 三级就是刷单人 警方调查确认 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 为某商贸公司法人熊某夫妇 及合伙人陈某三人 他们主要经营九类商品 自2023年中旬入住电商平台后 开办多家网店 短期经营后申请获得平台补贴资质 之后便联系中介公司 物色刷单人 公司他们会让库房 摆这个实际的茅台酒 换成矿泉水 发到这个刷单人的家里边 中介的获利 一单的话在二十三十左右 刷单人的获利 一单在五十左右 其他的补贴金额 都是被公司获取 一个群里边可能涉及到 三四百人的这个实际的刷单人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 丰台警方抽调警力组成六十个抓捕组 吩咐全国十七省三十五市 包括熊某 陈某等主犯在内的 六十一名嫌疑人被成功抓获 大量涉案电脑 手机 单据被警方查扣 位于河北某地的公司仓库 与抓捕行动当天被同步查封 奶油榜站的酒都有 应该都有淘宝的 京东的 很多的都有 实际刷单人的构成非常的广泛 上班的 不上班的 有的是在家带孩子的 有的是在学校上学的 有的是退休在家看孙子的 目前熊某 陈某等六十一名嫌疑人 因涉嫌诈骗被封台警方刑事拘留 据封台反诈中心民警介绍 该起案件诈骗团伙 利用电商平台监管盲区 刷单骗取补贴 持续时间长 单量多 金额大 希望引起各电商平台重视 加强监管 减少损失 接下来是健康提醒时间 看看今天有什么样的 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 生活小常识 血液粘稠有三高 怕心梗 脑梗 中风偏瘫的朋友 快看 清血小喝糖 清血小喝糖 需要清血专利 要清血八味片冠名播出 清血八味片 祝您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好 大家好 我是哈翅 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您的颈动脉是高风险 还是低风险 我们来说47岁的张先生 最近他突然觉得右侧 头痛 眩晕 还出现了短暂性的肢体无力 他开始也没有当回事 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好引起了症状 也就没有去医院检查 但是几天以后 他突然失语 右侧的肢体无法行动自如 经过检查 他发现是脑血管严重狭窄 引发的急性脑梗塞 医生询问了他的病史 发现两年前的王先生 进行过颈动脉超声检查 检查的结果显示 他已经有颈动脉斑块 而且存在颈动脉轻度狭窄 医生曾经给他建议过 让他按时吃药来控制 但他没有重视 也没有进行持续的治疗 结果就造成了今天的这样的后果 颈动脉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 重要血管之一 其主要的功能就是将氧气和营养物质 输送到大脑 颈动脉斑块是指在颈动脉内部 形成的一种斑块 通常是由胆固醇等脂质物质 在血管内膜上沉积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斑块会逐渐地增大使得血管内腔变窄 甚至可以阻碍血液的流动 从而导致缺血性触中等严重后果 颈动脉斑块的相关风险 因素也包括高血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 吸烟 肥胖 缺乏运动等 这些风险因素会导致血管内膜受损 胆固醇 沉积等 最终导致斑块的形成 年龄 性别 家族史等等因素 也会影响斑块的形成和发展 判断颈动脉斑块的严重程度 主要是看斑块的数量 大小 形状 稳定性等 通常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低风险 没有发现颈动脉斑块 或仅发现一个小斑块 中风险 发现一到两个中等大小的斑块 或者多个小斑块 高风险 发现一个以上的大斑块 或者多个中等大小的斑块 或斑块不规则 表面不平整 所以说预防颈动脉斑块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之所以会出现颈动脉斑块 主要就是因为大家 预长的生活习惯不健康导致的 例如抽烟 喝酒 熬夜等等 所以大伙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该戒烟戒烟 该运动运动 还可以积极地服用 像猛奇清血八味片 这一类的清血药物 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胆固醇 等纸质垃圾净化我们的血液 好了 今天的清血小歌堂 我们就说的是 再次感谢猛奇清血八味片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 血年血缩有三高 怕脑梗 心梗 中风偏瘫的朋友 请记住 一定要立即清血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资讯快报 近日 寻味美好中国品游万里山河 全国24节气秋季旅游美食及线路 发布活动在江苏镇江巨龙举行 现场发布了305个秋季节气旅游美食 72条美食旅游线路 我省21道美食5条线路入选 入选数量分别位列全国第二 近日 南昌昌北机场海关 查获一起导游玫瑰携带 超自用数量相机进进按键 案值逾10万元 目前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昨晚发布数据 截至目前 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 累计收购下粮超6000万吨 同比增加400万吨左右 收购数量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 湖南 江西早先到收购基本结束 蛟龙号载人潜水期 28号完成2024西太平洋国际行次科考 第9次下潜作业 前行员傅文涛 夏潜科研人员张瑞岩和王岐 从4706米深海采集到海参 海绵 海绵 海百合 海星 珊瑚 五种生物洋品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法国巴黎开幕 中国队派出284名运动员 参加19个大项的比赛 巴黎财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女子轮椅基建运动员孤海燕 和男子举重运动员齐永恺 担任巴黎财奥会开幕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起手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美网2024女单次轮 赛会7号种子郑清文 逆转战神艾瑞卡 安德烈耶娃 收获本赛季大满贯正赛第10胜 晋级32强 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快报的全部内容 稍后您姐看到 家人收藏继续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系列节目 今天带大家来到甘州市博物馆 看到的是一件 从土城墙里发现的宋代石雕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加油 外婆香 好香啊 外婆香小炸菜脂油 小时候的菜油香 金龙鱼 热烈祝贺都市严选 清凉滋补养生节 盛大开启 八十头文山三七 每斤仅需九十九元 香生每克五毛九 铁皮石壶每克一块五 深海域原产地大连蛋干海参 买一斤松一斤 江中大品牌灵芝包子粉 每天仅需九块九 限时特惠 买三盒送三盒 通告 邦签通告 都市严选南昌店 以搬至交通便利的八一大道 与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为庆祝新制开业 我们将推出一系列 特惠活动及福利 惊喜一 进店买就送 价值五十九元 中药防蚊香包 惊喜二 一斤装百花蜂蜜 仅需九块九 地址 南昌永书路九号 都市严选 八一大道 永书路交叉口 原长运斜对面 景德镇 新桥十字路口 都市严选 华润万家对面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书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薄翠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轰血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轰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洗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清洗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端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洗八尾片 专要清烘血 祝您烘血清 心脑好 梦奇药业 四到十二岁 儿童家长注意了 警惕扁桃体肿大 现样体肥大 成为孩子生长发育的 蓝鹿虎 及时防治 健康热线 8665个3 欢迎回来 接着往下说 较收藏继续来关注 跟着文物看古今特别节目 今天带大家走进 赶州市博物馆 来看这儿的馆藏的一件 很有意思的石雕作品 这件作品非常精彩 很有意思 非常精彩 而非常有趣 非常有意思 其实它是个很严肃的东西 很严肃 它象征一个政权的问题 你看它抱着这个酒坛子 酒坛子去那个口 其实酒坛子上面有个口 据我对它的了解 或者我对这个知识的 它应该上面还有干旗子 这是个底座呀 底座 它就是个底座 上面才干旗子 旗子是一个征服者的旗子 那么抱着个酒坛 这么财富 财富啊 所以在古代酒坛 是象征财富的 很重要的财富啊 酒啊 财富最美酒献给你 我把我的美酒献给你 我养万你 石雕上人物的手脚 都被绑上了绳子 那么这个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物呢 后面呢 刻了几个字 叫天下太平 就因为 就是说这是统治者的 我征服了你 我这儿天下太平的 所以这个人呢 你看他的专属 他那个头发披下来 还有个头孤 实际上他是少数民族 不是当地土咒的首领 所以他被把握在这个身份 所以我这个 我觉得他是这么个反应 这个石雕是反应 这么一个军事题材 也是政治题材 看起来很乐天下太平 实际上他认为说 我把你打垮了 把你收到天下去太平了 你不要捞乱了 这件石雕是考古人员 对干州石城县的 一座唐宋石漆的土城墙 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发现的 石城县是个防卫公司 代表一个城市 一个政权的中心 那么在那个地方挖出来的东西 和军事占领是有关的 石城是和附近交界的地方 那个交界的地方 就很多少数美术 很多组组 实际上最容易生亂的地方 这个是宋代的 宋代的一个物品 那么宋代的时候 特别是南宋 北宋南宋之间 干南的这种农民 农民战争是很厉害的 所以其实和这个大形式 大背景下 我认为它是有关的 接着往下说 浙江的兰西 有一位90后的 根雕飞翼传承人 叫郑千千 他将传统的木雕工艺 和现代流行元素相融合 制作了造型 多样有趣的木雕作品 颇受年轻人的喜欢 郑千千的工作室里 有各种Q版木雕摆件 因为结合了 当下的网红元素 这些木雕作品 颇受年轻人喜欢 稍微有带点光泽 比较光滑 这种非常受年轻人 比较喜欢 都挺可爱的 其实 这是我特别喜欢 这个小老虎嘛 我女儿就熟花 我买回去给我女儿 说起将根雕 和现代网红元素的 相结合 郑千千说是受到 一个短视频的影响 当时他这个视频 发出来 点赞有好几十万 然后我刷到了 我一看 看起来是很简单 然后雕出来之后 我发现跟视频博主中 雕的也差不多 然后每个人都找我来 要求我帮他们定制一款 然后从这个时候 开始就开始 结出这种彩绘类型的雕刻了 雕刻这样一件作品 大约需要二十多分钟 每个作品价格在 二十元到五十元不等 现在工作室平均一个月 能在线上和线下 售出一千个彩绘木雕作品 因为我之前自己是在杭州创业的 然后杭州那个生活成本 还是比较偏高的 像是从杭州回到我们南西 这样子不仅能把我父亲的 这个记忆传承下来 同时也能把我这个兴趣 变成我的一个事业 对于儿子回来传承自己的记忆 郑室友表示很欣慰 那么他们开辟的市场 这样子对我也是一种学习的途径 我觉得挺好 他能往这方面再去开发 我们是在美术上一直在追求 经营向我是很比较落后 现在有人接班 觉得以后可能我就帮他忙吧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 省内各地最新的天气情况 南昌今天多云 二十七到三十三度 明天晴二十八到三十五度 后天晴二十九到三十六度 九江今天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三度 明天晴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五度 后天晴二十五到三十六度 宜春今天多云二十四到三十度 明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后天晴二十七到三十七度 平香今天阴二十四到三十六度 明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后天晴二十八到三十七度 新雨今天阴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度 明天多云转晴二十五到三十五度 后天晴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福州今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明天晴转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六度 后天晴二十八到三十七度 英潭今天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三度 明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后天多云二十七到三十七度 景德镇今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四度 明天多云转晴二十六到三十五度 后天多云转晴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上饶今天应转多云二十五到三十三度 明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六度 后天晴二十六到三十七度 景安今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二度 明天多云二十七到三十六度 后天多云转晴二十八到三十七度 赣州今天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三度 明天多云二十七到三十五度 后天多云27到36度 南昌今天多云27到33度 明天晴28到35度 后天晴29到36度 接着往下说 开学在即呢 您家的孩子有没有出现过心烦意乱恐慌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拖延 不想完成作业的情况呢 这样的现象如果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有开学焦虑症了 如果破解呢 如何破解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上学啊 这个以前呢 也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这是非常一种 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种情绪状态 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的一个改变 在这个期间呢 要多运动 那么比如说啊 这个出去这个 适当的这个户外的这个运动 这个还包括了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调节 这个要多吃一些清淡的这些饮食啊 开学在即家长和孩子都要学会情绪的接纳 在这当中家长更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做到不焦虑 因为家长如果出现这种焦虑的这种状态呢 会加重小孩子这个一个焦虑的一个情绪 所以一定要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要学会去理解小孩子 那么对小孩子呢 要多进行一些鼓励 作为父母要克制说教的冲动 允许孩子充分表达情绪 做到同理式倾听 同时帮助孩子调整生活节奏 按照平时上学的时间作息 减少娱乐 逐渐增加学习时间 孩子呢也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呢 是出现在这种寒假 比如说这个暑假作业 不能完成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要这个 在这个期间呢 要多鼓励孩子 去尽量的去完成这个作业 去协助小孩子去完成这个作业 同时呢 在这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呢 要制定一些学习的 比较可行的一些计划 因为小孩子呢 在这个 他这个学业的焦虑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担心他一个 成绩的一个问题 其实啊 大多数的孩子呢 开学焦虑争呢 通常会随着对学校的 学习生活的适应 而慢慢的消失 我们在这儿呢 与大伙说到的这些问题啊 也是让电视机前的 爸爸妈妈们 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让家庭更和谐 暑假余额即将归零了 如果家中的孩子 有近视问题的话 很多家长呢 会赶在开学之前呢 给孩子配一副 合适的眼镜 在浙江省眼科医院 杭州院区 这两天呢 来眼科门诊 进行验光的孩子 就明显的增加了 上午9点 记者来到浙江省 眼科医院杭州院区 后诊大厅里 坐无虚席 大部分都是家长 带着孩子来的 在开学上一年级 他那个眼睛 有点这个近视 然后呢 在开学前 我想大概再复查一下 医生表示 每年刚放暑假 和开学的前两周 都是验光和常规 检查的高峰期 并以中小学生居多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学习时间长 用眼习惯不好的 就容易近视 不过 有些孩子 也可能是先天近视 因此孩子到三岁左右 就可以先来医院 做一个视力检查 最近网上也流传一种说法 孩子学游泳 可能会影响视力 原因是 长时间佩戴泳镜 会导致眼压上升 造成近视 医生表示 暂时没有相关医学 佐证这一说法 游泳相对来说的话 对近视是没有一个 明显的加深的 但是呢 有一些人提到说 这个泳镜会压迫到眼球 那有泳镜的大部分 其实是着力点在 你的骨性结构上 所以对眼球的压迫 不是很明显 医生表示 佩戴密闭性很强的泳镜 可能导致眼压 暂时性升高 但摘除泳镜之后 眼压也会逐渐 恢复正常水平 所以家长无需过于担心 要保护孩子视力 每天要让孩子 有一定的户外活动时间 供眼时间 不要单次时间太长了 你就分段 40分钟 15分钟的休息 眼睛有一个松紧 松紧的转换 可能对肚数的维持 会更好一些 对眼部的健康 会更好一些 稍后您解采到 占用机动车道摆摊 市民担心有安全隐患 您的烦心事 软心事 干问热线曝光台 和您一起分担和分享 敬请收看都市现场 五肩板 每个你 像平凡星光 却明亮升辉 闪耀着奋斗的颜色 每个我 不语不提 挥洒的汗水 是坚定向前的证明 每一刻幸福人 好吧 大道同行 你我并肩 在城市里 矿性能量 与青山绿水相拥 与幸福美好相伴 幸福将心 奋斗向前 2024润田最 幸福将心行 万人见步走 用奋斗创造奇迹 青春就是绽放活力 点燃梦想 真心好活力 酒喝润甜脆 润甜脆 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官方饮用水 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 要注意 红穴不清 血液粘稠 导致心脏和大脑 冻血不足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等症 千万不可大意 一定要及时清血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清血八尾片 作为一种 治疗高血年 导致心脑缺血 引发头晕头痛 胸闷气短的药物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清血八尾片 专要清红血 祝您红血清 心脑好 孟奇药业 欢迎回来 最近赶州石城县 围绕着本地特色和文化 举办了 秦江河畔营地开放日 等相关活动 并邀请了游客和市民 现场体验 华灯初上 夜幕降临 在石城县 秦江河畔营地 市民和游客 没坐在火炉旁 欣赏特色歌舞 和飞移节目表演的同学 享受自助烧烤 在热情篝火 浪漫烟花中 共度美好夏夜 在石城县九寨温泉 独特的自然风光 和优质的温泉资源 也吸引了大批游客 别具特色的峡谷温泉 风格各异的温泉泡池 满足了游客的多元需求 其中还包括来自 广东福建等地的省外游客 来到我们的石城九寨温泉 让我觉得这边环境 非常的优美 水质也非常的清澈 在这里感觉 心情非常的放松 身心很愉悦 我觉得来这边玩一下 应该是不惜此行 暑假以来 石城县采用 尹克路线激励措施 以真金白银的奖补 促使旅行社组接团 积极性高涨 目前当地接待游客 超百万人次 旅游乐度持续升温 近日在赶州市赶县区的客家文化城 一年一度的啤酒电音嘉莲华 也聚集了不少人气 夜晚活动在最师明朝的精彩表演中热闹开幕 水谷 武术与武师 三者共同碰撞别样火花 炫酷夺目的飞夷火舞秀 地道的客家风情表演 依次登台 吸引了全场观众的目光 酒王争霸 可谓是本届啤酒节的重头戏 台下观众踊跃报名 十几名参赛选手依次排开 在斗翅 斗速 斗亮等环节中 开怀畅饮 角逐出斗酒大赛的冠军 加油 前三名开始拿几位 第二名出现了 第三名 加油 游戏挺多的 挺好玩的 终在参与 好多人可以参加 还可以拧酒 本次啤酒节活动从25号开始 为期一周 热闹的烟火器 弥漫在干县这座古运新城 石城台 陈凯 詹涛哲 干县区融媒体中心 徐以 谢映轩报道 前两天 干州余都县的断屋乡 韩信村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庙会日 一起去看一下 活动现场彩旗飘扬 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民俗巡游队浩浩荡荡地穿梭在村落间 古龙 古瓷 古道旁 武龙表演 气势磅礴 采茶戏婉转悠扬 客家唢呐激昂寥亮 茶蓝灯绚丽多彩 客家古门韵味十足 这些传统民俗展演让人目不暇接 7月24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今天我和家人不仅在水浮庙祈福祭祀 还看到了非常多的飞翼表演和传统小吃 非常的热闹有趣 据了解 韩信村的水浮民俗文化活动 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自建水浮庙600多年以来 韩信村及周边的人们便约定俗城 敬水浮老爷 以此祈福保平安 此次庙会人流量便达9万人次以上 流水席820多桌 韩信村的水浮民俗文化活动 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余都台协议报告 今天筹判我帮你办 来看看还有哪些观众反应的问题 需要解决进入今天的干问热线曝光台 吉安吉州区的夏先生反映 当地张山镇新龙茂市场门口的机动车道上 天天有人站到经营非常危险 希望有关部门管一管 南昌东湖区的丁先生反映 门交入百年经典小区门口人行道上 硬井盖喷出污水 流到了机动车道上滋生了大量蚊虫 给附近住户和路人带来困扰 樱潭高新区的汪女士反映 万福嘉天下小区六栋二代元坏了一部电梯 剩下一部电梯非常难等 物业说要用维修基金 业主认为小区才入住几年 应当保修不同意使用维修基金 南昌青山湖区的秦先生反映 骑城港大道的如西小区是安置房小区 去年交的房 地下车库的地面没有刷油漆 只是水泥地面 车辆开过的时候灰尘很大 向物业反映没有处理 此前南昌西湖区的李先生反映 惠美门住宅一区一栋和二栋之间 楼下的化粪池堵塞了 社区来看了之后并没有处理 现在天气热 气味难闻 居民窗户都不敢开了 节目播出后 南普街道传山社区工作人员答复 以组织人员青桃化粪池 清扫露面 此前 吉安青园区的李先生反映 他在平田新村开店 前段时间 一到六栋的店面招牌都被拆了 当时承诺会统一制作 但是一直都没有安装 因为顾客无法找到自己的店 有的店主只能自制简易的招牌 节目播出后 青园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答复 根据文件精神 对三类场所在门窗上 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 铁栅栏 广告牌等障碍物进行拆除 需要重新制作安装电招的商户 可以到城管部门咨询设置标准 经报备审批后自行制作安装 目前已有多家商户完成报备审批 北京时间的12点58分 这里是正在问您直播的 都市现场的五间版 我们的24小时的新闻热线 079188 316800 已经接近演播室了 您好 这位朋友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您好 请说 我这个我是连堂走坟路 您说什么连堂是吗 南庄县连堂镇 对 就是零星康复医院 这里在做下水道的官网 你看他这个路他可以往里点 可以往这五号里以后 他就跟上那些铁板 铁板车子一走他就好想 所以影响我们的睡眠 好的 我们来帮您询问一下 看看这样的管道施工 施工的周期有多长 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好吧 如果说有这个钢板铺设之后 汽车碾压造成的噪音的话 及时的放一些橡皮垫 来